两天,广州市民就接连遇到雨天盼着打出租,可是出租车却千呼万唤难出来,不怕不识货,就怕货比货,这种时候,专车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。 广东广州的李先生一早从罗冲围出发赶去大德路,准备搭出租车,等了十几分钟,出租车依然没有达到。 而另一种打车男,是在雨中直接被出租车司机忽视。 我们先下雨,然后我们接的士,它是望都望望,直接走,当时是几大雨。 晚上这个时间,问你去哪里,然后它不去,然后直接走了。 随后,记者尝试通过专车软件下单,不到半分钟,有附近的专车司机接单。 十分钟后,专车司机到达,记者顺利上车。 除了不用担心拒债,价格优惠也是很多市民选择专车的原因。 广州的黄小姐从云景花园到郑家广场,全程7.5公里,共乘坐了23分钟。 她所乘坐的专车是零元起步,最终只需付20元。 她介绍,同样的路程,乘出租车的花费在30元左右。 专车要是没有两把刷子,也不会这么快就打开这么大的市场。 专车跑得太快,法规却没能跟上,结果就出现了一个说不清的灰色地带。 来自美国的U部专车,这几天正在遭遇挫折,因为在监管部门看来, 他们虽然扬起,但却还是像黑车。 4月30日,广州市工商交委和公安三部门联合行动, 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检查了广州U部分公司。 5月6日,成都市交委与市工商局、市公安局人员约谈, 告诫U部成都办事处,原因也是U部涉嫌组织私家车接入平台, 从事非法营运。 为什么这轮执法调查只针对U部呢? 据了解,美国公司U部进入中国市场后, 在他的人民U部服务平台上, 私家车司机通过软件和乘客直接联系。 对于这种经营模式,交通运输部曾多次明确表示, 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。 在U部发源地美国,U部刚登陆波士顿不久,即被叫停, 但最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撤销了管制。 在德国,汉堡和柏林也曾先后发布禁令, 因司机没有合法执照,乘客安全无法保障。 除此之外,U部在澳大利亚、韩国、西班牙、巴西等多地都收到过禁令, 原因是U部司机未获得营运出租车所需的执照。 一份报告显示,针对U部被查,网友的态度呈现一边倒。 仅有6%的网友表示,涉嫌组织黑车就该打击, 选择U部对乘客来讲还是挺实惠, 和有组织有管理不该算黑车的,分别占40%和53%。 因为它确实跟黑车有点难区分, 那我觉得如果纳入到低市那种系统的话, 那其实低市公司收的分子钱很多, 那最后又变成了消费者来承担, 所以我觉得消费者选择它很大部分是因为, 还是因为它让利吧。 还有一些本土专车品牌的司机,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 专车服务中混进了私家车非法营运, 平台主体责任不明确,乘客安全和合法权益, 缺少法律保障,这些都是事实, 但专车服务新模式又能满足市场上高品质多样化 和差异化的出行需求,这也是个事实。 上个月16号,交通运输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, 新闻发言人徐成光表示, 不能对专车一棍子打死。 我们对这方面的基本的态度就是按照以人为本, 鼓励创新,趋利避害,规范管理的原则。 很显然,从交通部到地方政府, 监管者现在很头疼, 因为他们既要按照现有的规矩来办, 又不愿意冒犯越来越壮大的专车消费者。 其实只要不是政府刻意争抢市场, 不是刻意维护某种既得利益, 解决这个问题在技术上并不难, 增加一点法规兼容性也并非不可能。 不许私家车搞运营, 要搞也得换个身份先赢得资质, 只要守住这条底线,市场只管放开, 经营模式只管灵活。 一句话,在市场问题上, 政府不伸手,天也塌不下来。